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死的来临也要怎样 在洪水以前的时日 人人都照常吃喝婚假 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 仍然都没有察觉 直到洪水来了 把他们都卷了去 人死的来临也必要这样 那时候 两个人一同在田里 其中一个被提升上去 另一个却被遗弃 两个女人一同在魔旁推魔 其中一个被提升上去 另一个却被遗弃 所以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人要在哪一天来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盗贼几更天要来 他必要醒悟 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为此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 在你们预料不到的时辰 人死就来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很多华人都练得了 未雨绸缪的好功夫 他们家庭要储存日常必需品 银行要有存款 关于健康 要买保险 以保障自己的未来 然而 对于看不见的信仰培育 我们是否是醒悟的 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信仰 还是糊涂地将它忽略 然而 随着将领期的开始 经文呼唤我们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 在你们预料不到的时辰 人死就来了 现在我们对应该准备 或许会感受到压力 然而 如果我们认出耶稣是主 可以救命 不只是死后的生命 而是从今天起 就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 过得更充实 更有意义 不再糊涂地 只把精力都投资在可朽的东西上 忘了准备自己的灵魂 在信仰上 我们如何准备自己的灵魂呢 我们可以透过祈祷 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和圣事 接近天主 让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 占有重要的角色 经文提到 两个人一同在田里 其中一个被提升上去 另一个却被遗弃 两个女人一同在魔旁推魔 其中一个被提升上去 另一个却被遗弃 这代表 在顺境时 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 或许都可过得不错 但逆境中 有一半的人需要特别帮助 才能度过 若我们平时 都有认真去认识耶稣 努力把自己 扎根在他强而有力的爱 不变的真理 以及无限的仁慈中 遇到困境 我们便能够从天主那里 获得力量面对 请品尝圣言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在你们 预料不到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如果明天人子就要来了 今天你会怎么准备自己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我储存许多东西 但请教导我 不要忘记 好好准备自己的灵魂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有意识地 培养自己的信仰 不要忽略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员 请不吝点赞员